男人情商高不高,看这一件事就知道了,就看他是不是经常喜欢和女人讲道理。 凡是喜欢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,情商都有问题,因为高情商的男人永远都明白一句话,家是尝碍的地方,不是说理的地方,家是没有对和错,只有和与不和。 和女人讲道理是最愚笨的一种行为,也间接性证明一个男人的情商高低,因为高情商的男人都明白,女人本身就是不讲道理的,也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 贤惠的女人都是男人宠出来的,绝对不是讲道理用嘴说出来的,一个女人在犯了错的情况下,其实她也知道自己犯了错,本身她自己也都够愧疚的了,所以根本就不用男人来重复她的错误,那样的行为无疑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烟。 和一个犯了错的人讲道理,即使那个人真的犯了错,但还是会引起她的攻击欲。 打个比方说,我做错了一件事,起初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可突然有一个人揪着我的错误不放手, 那么被惹毛了的我,就只会产生一种心理,我就错了,怎么了? 女人在犯错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教育,也不是数路,真正的需要是一个充满包容的臂膀。 女人在犯错的时候男人对她越好,她便会觉得愧疚,于是她印象就会非常深刻, 为了不让男人失望,她以后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,而且她会更为感动, 就好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时候,男人突然给她带来了光明。 这个时候男人的形象是从未有过的高大,高情商的男人从来不会和女人讲道理, 就好像两个人在一起吵架了,就算是女人无理取闹,其实她也知道自己是无理取闹, 但她就是想找一点存在感,所以女人真的不需要男人认错,只是需要男人的一个态度。 我有一朋友,前几天和老婆吵架了,原因就是两口子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遇见了几个老朋友, 朋友热情的跟几个老朋友打招呼,而朋友的老婆一直都是保持很高傲的样子, 没有礼貌性的问候,也没有礼貌性的笑容,一直冰冷冷的站在一边,搞得当时气氛非常尴尬。 告别的时候老婆依旧是头也不回就走了。 回到家以后朋友就发火了,一味的指责老婆, 怎么说那些也都是我朋友,你作为妻子,最起码也要跟人家打招呼吧, 起码的礼貌难道都不知道吗?你这样会弄得我很尴尬知道吗? 事后朋友该怎么想我呀? 朋友就一直和老婆讲道理,最后的结果就是,起初还觉得很愧疚的老婆, 后来被朋友的喋喋不休惹怒了,干脆直接甩下一句话, 我就这样,你爱怎么招怎么招,反正那是你朋友,跟我有什么关系?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最后就吵了起来,就因为这一点事情闹得家里鸡犬不宁, 最后的两个人嫁也吵了,但根本就没有起到一点效果, 反而把事情与关系搞得更加糟糕,这样的吵架其实就是无谓的吵架, 因为根本就没有意义,还破坏了两人的感情。 如果当时朋友能换一种做法,可能结果就会截然相反, 事实证明女人真的就是不讲道理的, 家是温馨的港湾,可没有道理可讲,家庭不是职场, 有那么多道理可言,有那么多规矩可言, 如果家庭里有那么多道理,其本身也就失去了家庭的意义, 管出来的女人嘴服,而宠出来的女人才是心服, 就好像是一位老师,在学校的时候可以破口婆心地教育孩子, 但如果你用同样的口吻去教育女人, 那么就只会引起女人的反感,因为身份不一样, 因为在女人眼里,你不是老师,而是丈夫,是老公, 感情是什么,婚姻是什么,感情是包容,婚姻是忍让, 最好的婚姻不是让你去发现对方缺点的, 而是让你去包容对方缺点,这才是感情与婚姻的意义所在。 感谢观看